首先打開Google Earth 然後點選新增模型 之後點瀏覽會入你的檔案 模型DAE 名稱輸入你的建築物名字 開始移動經緯度在你要的地圖位置上 先點選確定 看一下模型的位置 接著再跳回去 內容 然後點選海拔高度 選擇絕對高度 然後調 調到雨跟地面平行就可以 接著按確定 接下來看到左邊找你放入模型的文件 然後點選它按右鍵 選將位置另存為 之後檔案類型 選KMD 檔案名稱改你那棟建築物的英文名稱 接著按存檔就完成了 多下一個 按下單 檬案